你与雍王相识 他是我师兄 我也是今日才知道他是雍王的 灵儿 事已至此退无可退 不要再胡闹了 皇上最近啊身体欠佳 我也正为这个事着急呢 霍九龄 太子殿下 今天这两男争妻的戏真是太精彩了 让我和皇姐大开眼界 你果真是我看上的女人 可他我年纪太小了 不然也要与雍王 还有少公主张上一张 太子殿下说笑了 哪里说笑了 我说的是真话 不过少公主也不差 我对这门妻是很满意 虽然我不能娶你 但是以后你生下一个女儿 给我做太子妃得了 少公主的事告诉我 定亲要趁早 娘子才不跑 这是父王给我的龙配 剑配如建军 起来啊我话还没说完呢 剑配如建军 有了她没人敢敢拦你的 给未来太子妃的信物 先定下 我和少公主的亲事还没眉目呢 女儿什么的更是滑稽 这信物我肯定不能说 婚事没所谓啊 不过我偷偷听父皇说 指不定十个月以后 孩子就出生了呢 快拿着吧 太子妃大娘 快拿着吧 我 凌儿在京城做的这些魂事 我这个当爹的 竟然今天才知道 还牵连到你了 都是如意该做的 你这么说 我更惭愧了 今日看来 皇上是早有意 要将凌儿许配给雍王 若不是你 凌儿怕是要被送到巡南 这辈子我都捡不到了 将军 我所说的并不是这个 而是一品大将军的事 一品大将军我已经接了 就是知晓将军已经行错了 容易才会赶来宫宴 就是想告知 贺大将军 贺世郎 皇上召二位去御书房 皇上奉将后 会让将军去镇守南疆 将军务必要拒绝 若不拒绝 贺家权势太大 会引来朝臣记忆 整个贺家 贺大将军 我怎么看贺小姐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啊 皇上赐婚这是多大的福分啊 贺小姐这么爱公子 她不是应该特别开心吗 公子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公子 你